其实你算到最后,断的是什么?就是五行相生相生。 我也不看他门,我也不看他八神,我也不看他九行, 我就大概地来断你这几年的运程运气。 那么他最好的年是什么年? 是不是贾?贾五年? 贾五年他的财在五国,天干自生, 所以说到贾五年的时候,他的财源不忘记。 所以你根据什么来断?就根据流年。 其实你能把流年断好了,如可以了。 你要想把你哪一月每一天你发生什么事情, 那真的是需要几十年的购物。 明白这个道理吗? 没有问题。 还有个问题啊,技术问题。 比如说前面那个推道是在碰龙, 那怎么分在位还是在身呢? 回去好好看看。 这个问题我们会回答的。 然后你自己查查笔记, 你这样过的事情都不要问我。 我昨天晚上翻了,我没翻找。 你问问大家果的笔记有没有? 有。 那你没有,就说明一件事,你没认真。 所以说对你的惩罚,就让你自己去反击。 或者去问别人。 那第二个问题。 哎,难不得问题。 我问题王,没办法呀。 我问我必答,谁让我最后一个来呢? 你们都学过的,我都没学过,我没办法。 来。 那个测来人,昨天晚上谁啊? 他那说,说您测小印,他说来,停准。 就差两分钟。 说三十二分来,结果三十四分到。 你看这啥测? 啊,这个问题比较难。 怎么比喻呢? 想听吗? 想听! 想听的举手,我看看。 我告诉你啊,时间出真子。 你怎么能练出来呢? 你几点几分几秒测的,这个人出去了,好了。 天天算的什么时候回来? 早晚有一天,你会蒙对。 然后呢,再时间长,蒙的比率越来越多了。 然后灵感就出来了。 但是我大概给你讲一讲。 那天是几点几分测的? 记不记得? 现在是几点几分测的。 现在是几点几分测的。 是头一天,什么时候测的呢? 5点几分吧? 这么点? 忘了吧? 没脑到你啊。 大概的意思是这样的。 那天测卦,刘淼落到哪儿了? 刘淼落到油。 油了吧? 太行了吧。 太行了吧。 说不定你大脑还装东西。 是吧? 是吧? 刘淼落到了油。 所以我直接断它,刘淼,回来。 一般来说,是以什么定阴期就像这种呢? 以刘淼来定。 所以说我带的表,都有刘淼。 也就是说你顿到刻还不行,孩子要顿到什么? 秒。 一秒来定阴的期。 然后,什么时候进来呢? 那天算是几点几分进来啊? 6点32。 6点32吧。 当时是有时是5点到7点的。 10分20,30,40,50,60。 是不是6点了? 然后10分20,30。 为什么不定到30而定到这里呢? 你们说吧。 为什么会定在32分? 结果是30几分呢? 34分。 为什么会定到30到40这一刻呢? 你猜,肯定是猜不到。 其实这是唯一的。 是不是老师你也闷了? 绝对不是。 这个不是闷的。 有一次一个王老长还在指缘中呢。 因为我经常不在, 那个王老长照顾我母亲照顾的功耗, 我就把这个交给他了。 有一天我们算, 算这个可能今晚能搬超路那个, 什么时候来? 我母亲说可以给我们看,不能买了。 他测试6点钟回来, 我测试8点0多少分进来。 到6点多钟, 没来, 我母亲说来不了了。 到8点多钟, 正好我说那个时间, 几乎是一分不差。 我母亲想逗我说, 我去接他吗? 我说你接我开门, 你开门, 哎呀, 来了。 那个王老长, 他第二天说, 一休没有睡觉。 哇, 这算得有点。 我原来天天研究他, 几乎一个人, 什么时候来, 什么时候走的, 几乎是前后不再差五分钟的。 但是总不玩他, 慢慢怎么样了, 自信心怎么样, 就没有了。 所以说你天天研究他, 天天研究他, 你就会研究出来。 一个人什么时候来, 我看了传统情供正假的开门, 开门我就想, 这个人正好开门进来, 知道吗? 我就把他定到什么? 定到这里, 什么开门呢? 我把他定到了这个位置。 所以我会断到三十到四十, 直接来。 但是我为什么会断到三十二分呢? 你要会行三公吧? 是不是行到这儿了? 这是什么? 眼睛, 这也是眼睛。 在我眼里说, 天门跟地门都是故人的眼睛, 正好你能怎么样? 看。 这就是我的思路。 以前我也经常研究算, 教我侄女, 教我这个妹夫, 还是算。 家里什么时候来人, 啊, 敢开门的时候, 一定会回来的。 不过还真往往很多时候, 真的挺神奇的。 这是一个思路, 你们自己慢慢去研究。 但是我一般都会以客来定阴气, 有秒光定阴气。 有的时候在这儿等车, 这车什么时候来呢? 有的时候车是一分都不差。 就像我在海南岛天天测股票一样, 早晨起来往这儿一坐, 好了, 早晨六点钟起来跑步, 起来以后冲一大碗燕麦, 跑到八点半回来, 然后坐这儿开始爽挂, 说今天股票一开始, 涨是跌, 涨到多些跌, 跌到多些几天, 最高多些, 最低多些。 我那时候在海南岛天天什么都不干, 第一就是赵老公民, 第二在那就是炒, 我几乎每天都是五百块钱。 有的时候断的是一分都不差, 但是有的时候你在买进的时候, 它跌到那个点, 你差一分, 你都买不进来。 后来我的学生, 师父啊, 你再买五票, 你就别差那一分钱, 你就多加一分又有什么呢? 后来想想也是的, 但是你总不研究它, 就不行了。 所以说有的人善于研究, 说你兜里有多少钱, 他天天研究它, 你看一开始是蒙, 慢慢就蒙对了, 蒙对时间长了呢, 经验怎么样出来了。 我那时候在富毛山, 我师父天天下山, 我就天天研究它, 一下山了, 师父啥时候回来, 几点几分测的, 一看不对, 不对, 自己查, 怎么能对上。 天天查, 天天查, 时间长, 有的时候就对了, 特别高兴。 在下心, 时间长了, 又对了。 一点点这个经验怎么样, 就出来了。 再这样。 是为啥, 你就定它是六点三十多分来, 而不定它是五点零几分来。 为什么说叫蒙呢? 当时我们说了吧, 我说它会在哪个时间来, 当时那个枕是样小词拿去了, 我说会在, 这是五点十分, 五点二十, 我说会在五点十分到二十来。 另外呢, 还有一个, 对吧, 我说的, 我说会在五点三十到十, 我自己的这两个时间, 我还跟他说, 我说, 那么, 究竟是这个时间来, 还是这个时间来呢? 我说这得要靠灵感了, 这个灵感说完了就是蒙, 我就蒙下面这个时辰, 没蒙上面的时辰。 但是为什么蒙上面这个时辰, 我好像当时也给你讲了, 这是有原因的, 知道为什么吗? 你看, 五点三十到四十是什么课? 是不是有课? 有课, 刚好运工在那里面。 是不是刚好运工在有, 对吧? 我说我为什么会蒙他? 我说是因为他是有课, 所以说我蒙这个时间长了, 就不是蒙了, 一开始大家都在蒙, 但兄弟姊妹各处也在蒙, 偷弹男孩女孩还在蒙, 蒙的多了, 就好了。 蒙的就对了。 就像一开始不会骗人, 骗时间长了, 就会骗人了。 所以说, 义学是要靠实战出来。 你想想, 我既然能有的时候把 留秒的一个人来, 断得那么精准, 有的时候一秒都不大, 我得在无数次的失败中绝之间。 我能断头台男孩女孩兄妹几个, 那我那脸丢的时候呢都, 怎么样? 无地之容。 一句话说完了, 不对, 脸哼啪红了, 心里一下子连话都算不了。 所以说我的徒弟要说, 师父啊, 给你丢脸了, 算错了, 我说丢脸就丢脸, 你怎么就不能错? 你要对了, 反倒不对了。 正因为你错, 你才能总结什么? 是因为, 别像过去古代刚一上阵的小先锋似的, 一上战场打败了, 像输不起似的, 不想活了。 那个老将打不过一行, 撤。 所以说, 义学要在你自己不断时间中总结。 上午的课就讲到这里, 下午我们主要以断挂研究为主, 好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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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